第一波 這一波的話其實影響蠻大的 就是那個單整個就是 當到快要接近零 那所有訂單都會減半對半卡 還有增加我們的成本的負擔 大家都沒有外出嘛 所以我們業績上其實影響蠻多的 像是拍照 然後攝影 因為我們公司自己本身沒有這一塊的人才 就可以透過這個可能有一些幫助 另外一個是樂天 我們現在也有申請中 對 然後亞馬遜也是我們有考慮的方案 因為這塊我們也是比較薄弱 這款社群的廣告 這一塊我覺得 可以除了提高知名度 不管對國內 不管對國外 都可以讓我們業績更加成長 對我公司的產品的介紹 讓更多人能夠知道我的產品的疫情過 我相信我們的生意會更多更好 出困方案 那有AI這種影響 讓我們多一個行銷的管道 也有把影片轉投給我們其他的國外客人 那讓他們更了解說 我們公司的產品這部分會比較吸睛一點 就是會比較吸引他們購買的欲望 首先稍微信心 聖像是日程 公司的改善 人身繁記 旁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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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旁帝 旁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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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旁城